这是各位一个历程 从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 还好第四周好像也有人回温了 有往上的趋势 当你平常练习的这个中间趋势段 通常都是上课期间会开启 再来回家就往下滑了 可能礼拜一还有,礼拜二好像又落下来了 好像礼拜二最弱了 通常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区段 不过我很希望各位多花一点时间吧 因为这东西不是说眼睛看了就会了 一定要动手做 这是最重要的 你不是说你懂了那个理论 你就会做得出来 你懂理论的人还不见得做得出来 因为处理一些大量数据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真材实料 你想到哪里就可以做到哪里 那这是最终的境界 可是要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真的有时候还是需要下一点功夫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很累 就很愉快的 像我做这些事情都非常愉快 尤其是最后把这个程式写出来的时候 那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虽然你看到这些没有几行程式 但是你看不到这背后花多少时间 这里面恐怕我可能 不过也不是一直 就是断断续续修改 改出尽量最差不多各位也可以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样子 那你们可以参考去理解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还是多花一点时间 那最后剩一点时间 你们再来就是有一个范例 就叫万年例 这个万年例的范例 跟我们这一题还蛮接近的 万年例这个 那需要的解答其实都在云端上非常清楚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在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有个叫万年例的 好万年例 然后里面需要怎么做这些都有 程式码也有 那我大概跟各位叙述一下 做完的结果 第一个 我希望做出2016年的1月1号 比如说1月份的月曆 希望帮我绣出来 2月份的月曆绣出来 而且要长得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1月 2月好了 它的那个礼拜起 比如说第一天在礼拜一 就要在礼拜一 总天数29天 要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所谓万年例 也就是说呢 你根本只要是下拉之后 这个地方 你填一个月份 一个年哪一年哪一个月 它就自动会产生 那这题的关键就是说 你的第一天 比如说3月1号 应该在礼拜起 第二个 这个月份有几天 自动帮我跑出这样的结果来 那方法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就是它的结果 有没有 一幅里面又有一幅 其实跟刚刚这个有点类似 就是这一串 然后方法一就是用函数 方法二就是用VBA 那VBA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 按个VBA也可以产生 然后或者是说 不用按按钮 直接向下拉 比如说直接点它 它一样可以变动 也就是说 你那个触发VBA 这个有两个 触发VBA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按按钮 一个是 当这个下拉清单 有变动的时候 就自动帮我把里面的东西给更新了 大概是这样 有两边 一个是函数 一个是VBA 那至于 完整的说明 在云单上都有 我建议你们可以看那个程式码里面 这个应该我都已经有整理出来了 反正需要的东西 一 二 三 四 做什么 五 六 七 一直往下 这边都有 OK 答案也都在这里 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 我看 就是时间不够 所以这个留给各位 回家先看看 下个礼拜也许 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当然你第一步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就是先做 一到四十二的表格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在这边产生一个 一到四十二的表格 一到四十二 那你要怎么 刚好 向右 一到七可以 可是你向下 就不行了 还是一到七 那你有没有什么方式 一 拉过去 拉下来 自动产生 一到四十二 做一次 你不是说你做了很多次 不是说一 然后这边的话 再变八 对不对 然后再拉过来 对不对 这样也是可以啦 可是感觉好像 再来呢 再来是在这样 这样可以吗 这样再拉 也可以了 OK 不过我不是要 OK 不过还是要做了 超过一次以上 那如果有什么方式 可以输入一个公式 向右向下 那这个问题 就先解决一点 再来就是 去知道他第一天的位置 再知道他总共有几天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 上面给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 大概开个图了 有时间回去 就先把万年历 这部分先看一下 那我们下个礼拜 就是分两阶段 一样就是 一个是函数怎么做 那再来就VBA 不过是快速的讲一下 因为这个范例 如果今天的部分OK 这我想应该 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了